末安一分钟 末安开始 普庸马出轨那样重大伤亡 即使各参选人暂停选举活动 但市政行程还是得继续 桃园市长曾文灿出席辖内 重大建设开工典礼 先带领群众末安一分钟 而这场活动重点就是因应桃园 杨梅人口逐年增加 为了活化区域发展 要搭造大型体育园区 提升市民生活品质 杨梅体育园区这个计划走了40年 终于能够在市府的努力 议会的支持 以及中央的补助体下 终于可以美梦成真 杨梅体育园区耗资30亿 起钱多万 搭造占地4公顷 第一期计划中包含 国家级跆拳道训练中心 国民运动中心和展演中心等 预计2021年完工 体育园区行政中心 以及杨梅的下水道的水资源中心 那三大工程都有明确的进展 我们希望在11月 这个行政中心动工 10月底水资源中心完工 持续完成未来的市政蓝图 赞文灿马不停蹄 请跑行程 要用最直接的市政成绩 让市民有感 欢迎新闻 陈明燕许国豪桃源报道